美食今日搜 几道像水煮鱼剁椒鱼头这样的辣菜 可能是看到了辣市场的无限潜力 口味一向都不怎么辣的湖北菜 最近也推出了一道据说能挑战未来极限的辣菜 接下来我们就跟乐乐一起去见识一下 你好 我来你们这儿找那个辣的票 是不是你们这儿有 对对这是我们湖北的特色菜 特色菜 说很辣是吗 有多辣呢 有多辣 女孩子吃了会哭 不哭 男 男同胞吃了就会啪炖得上 猛喝可乐 真的 是 王大厨 我来采访一下这个辣的票 以前吃这个辣的菜 我觉得川菜特别特别辣 香菜特别特辣 没觉得你们湖北菜有什么动静 怎么能那么辣呢 这是我们这些自己研制出来的 研制出来的 那你有多少种辣椒能这么辣呢 基本上五种辣椒吧 五种辣椒 就这个五种了 对对 你给我们讲讲都是什么辣椒 这是什么 这种辣椒王 辣椒王 这个呢 这是黄金椒 黄金椒 这个 小米辣 嗯 这个呢 这是野山椒 这也是灯笼椒 我知道 这五种辣椒 放一块炒吗 不是 这五种辣椒 就是角色 熬成汁 熬成汁非常辣的 这就是全面 全面这种 这就是 他们汲取的辣椒汁啊 就是这五种辣椒的精华 哎呦 真是 你不光是把这五种放在一块 你还把他们最辣的部分 都提起出来 这个您喝一口 我看看有多辣 这个我不敢喝 一般人一定不敢喝 啥一样可以 都我不敢喝 你都不敢喝 另来打听一下 即便是最正宗的川菜馆 一般也只会用 刚才那五种辣椒中的 两三种来烧菜 而这家店 不但把五种辣椒全部用上 而且用的居然还是辣椒籽 辣的程度是可想而知了 辣椒籽晒干磨成粉 然后再加入十多种香料 熬成辣油 这道最关键的部分 就算完成了 接下来的商法 就没什么特别之处 牛蛙油里一爆 加入辣椒油调料翻炒 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刚才呢 在厨房间里啊 已经烧好了三份这个 叫辣的跳 那我还没吃 因为你虽然看着挺普通吧 但是他们说的挺玄的 我估计应该挺辣 挺吓人的 这样吧 我先找人替我吃 尝尝到底有多辣 看看有没有人敢挑战这个 辣的跳 来 现在呢我们找到了一家公司 各位职员呢 正在做下班前的收工准备 大家都紧张而忙碌啊 那我就为他们吃晚饭之前 先送点惊喜的小菜 再开开开胃 辣吗 相当的辣 辣的我已经说不出话了 辣吗 不要了 再吃一块吧 我可以不吃吧 不要了 那还可以不吃 你可以感觉到肉 你能感觉到肉 肉 你能感觉到肉 你是可以感觉到肉的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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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什么 好吧 我跑了 嗯 我想我错了 我应该吃一块就不再吃它了 我应该吃一块就不再吃它了 你们公司有没有能吃辣的人 我觉得你们好像成熟辣的程度都一般 有 有 有很会吃辣的 哪里人 啊 他 妈呀 拉死我了 他看上海人 他看上海人啊 嗯 嗯 嗯 这个 好吃 哪个 有点点啊 咦 咦 你可以 那 怎么被你切光啊 好饱吧 我们真的该回去了 真的要我来回去了 你有回来吗 嗯 刚刚 写了几个摩口子 因为 入口的话 它入口很很很香的 嗯 然后大概到了 四口之后 慢慢的这个辣味 它就反出来了 嗯 是有欺骗性的 我发现这个菜的这个销量呢 并不是像我预计的那么可观 很多人都对它非常有兴趣 但是往往在吃一两口之后就退缩了 只有一个啊 小小的上海男孩能够经得住这个菜 那我想既然有人能够承受哈 那我吃过那么多菜了肯定也行 嗯 就是 然后我们节目 是这样的 就是主持人吃过这个辣菜之后呢 都要对这个菜的味道进行一下 点评 但是今天吃完这个牛蛙之后 就 不让很能够说话 然后感觉很想哭 然后 太辣了 它的辣具有欺骗性质 你一开始吃进去的时候 是牛蛙的小味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 可能拍戏的时候 这个菜会作为道具材 在演到悲情的时候 关键时刻 眼泪绝对会流下来 等一下不行真的不行 虽然吃辣现在成了流行 但人情美食 还是要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醒 秋天是养肺的最好时间 吃辣一定要适度 这样到了冬天 人就感觉比较舒服了 人情美食上海报道